谈谈美股 投资者一度担心虚拟货币 临时会不会蔓延到其他股价高企资产 昨晚美股一度大跌近六百点 远着修复失地 反映资金入市意欲挺强劲 另一方面联储局公布了会议记录 也有提到开启缩量宽的讨论 关注究竟会否提早加息 美股的动力是否还在 其实昨天美股确实比想象中强 一开始的时候反应也挺大 其实也预期的 因为看到比特币跌 本来想着可能全晚都会这样 但到后期看到股票的动力 好像Irene你所说是在 我想可能要再观察一至两天 暂时一天来说可能很难去下这个判断 但如果純粹看昨晚的表现来说 就确实真的感觉 币界发生的事和股市来说 就不是说太大关联性 但我建议大家会多看几天 就是看多几天 往后的发展 比如比特币那些价钱 究竟会不会继续去暴跌 还是可能在这个水平已经稳定了下来 还有看回金融市场 有没有其他年代会有些影响发生了出来 但是就着昨晚去看就暂时看不到 到这儿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